纽约会客室由Chase赞助播出 欢迎走进由Chase赞助播出的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旅居纽约的灯光设计师陈宜仲 欢迎你 欢迎欢迎 大家对于灯光设计师这个概念 可能就是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那你是做这个舞台灯光设计的 先跟我们说一说 像在你的这个工作里面 灯光设计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很多人说灯光设计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演员跟舞者才是最重要 谁说的 灯光很重要 上镜的人都知道 对对对 但是如果我们灯光设计不给你灯的话 你什么都看不到 对但除了照明这方面之外呢 灯光设计很重要是如果是写实剧的话 它是可以提供一个写实的环境 它可以去模拟一个写实的环境 让观众觉得我们真的在这个环境里面 那如果是非写实的话 就是营造一种情感的感觉 因为每一出戏它有不同的情感 还有不同导演想要追求的一个画面 所以你不可能在演一些很感伤的戏 然后台上大白光的 所以就是你要怎么去帮助导演跟这个戏 去营造那个空间氛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接到一部戏的话 你会先研读它的剧本 然后每一幕场景你会为它设计出灯光 你会把这个你设计的灯光 还要经过导演或者是剧组 其他人员同意沟通什么的吗 那灯光这方面就是很难讲 因为没有一个很实际 很physical的东西 对所以你只能用 尽量用文字来沟通 然后去找一些图片来辅助说 这是我想要追求的一个画面 然后导演会跟你沟通说 他想要的是什么 对所以就是很难 就是有点哲学性 就是有点是语言上的一个描述 反而就是比较 比较像是舞台设计或是服装设计 他们可以提供一个很具体的东西 说导演这是 一个样本什么的 对所以就是这比较困难的方面 就是你要怎么用语言跟图片去辅助来沟通 因为你原来在台北的时候 本科学的就是这个舞台设计对吧 那其实跟就是其中包含灯光设计 还是说其实是一个专业 在台北我们学的时候是 蛮幸运是它是完全美国的系统 因为我们所有的教授们 都是以前在美国留学过的 所以他们带了这个系统回到台湾 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大三就可以选择主修 就当大一大二的时候 你是什么都要学 就是慢慢去发展你的一个 对每一个的兴趣 那最后就是你可以大三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你要什么当你的主修 然后以做那个主修当做毕业这样子 所以你选秀了灯光 对 因为图不是画得很好 也不是很会缝纫 对 就是我觉得最我来讲是 而且是最神奇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它那么的虚拧 然后你要怎么从虚拧中 就是做出人家会觉得 这是这么有一回事的东西 对 那你后来到了这个波士顿大学 专门学习这个灯光设计 在研究所里面 毕业之后就来到了纽约 是 在纽约这几年呢 我看是发展得非常不错 和这个美国的舞团剧团 还有我们这个华人这边 也比较做得比较好的一些 像陈乃妮的舞团 你都有长期的合作 最近刚刚完成她的这个演出是吧 对 这年度的演出 在Martha Granda Studio Theater 就是上个礼拜刚才演出 上个礼拜 还有这个长江剧团 那年度大戏也是你在执掌这个灯光 对 我觉得还蛮幸运 就是在纽约就是误打误撞 认识着这些亚洲很有名 很大的一个团 舞团跟剧团 然后大家也是彼此信任 然后愿意彼此帮忙 所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做 可是我已经也做了大概三四年了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应该也是还不错 所以他们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继续合作 我们先来看看你的灯光剧作品 好 谢谢 来导播我们切些图片来看看 这个跟我们说说 这是在两年前 这是在Martha Granda Studio 然后它这是在 为改造之前的灯光系统 所以比较没有那么的先进 然后这个是两个双胞胎 那个是双胞胎编舞家 也是台湾人 然后他们之前在Martha Granda School 学习 然后留下来 他们就创了自己的舞团 然后他们的年度演出 刚刚那个是那个就是长江的 上一张是长江的 对对对 长江的演出 就这个 对对对 刚结束的 为什么这个灯光要打成这样 如果这个故事就是 弟弟自杀嘛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是closet 在一个左上角 所以那是真实的世界 弟弟在closet自杀 然后姐姐在那个锁在closet里面寻找 就是到底为什么线索 为什么弟弟要自杀 然后在舞台上 那就是所谓那个land of death 就是那是观音跟monkey king 所以它是现实和虚幻的结合 你需要用灯光来把它们区分开来 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tricky的状况 是我们用了别人的台跟灯 做了一个reading 所以就是这也是经常会发生 就是你要什么用别人的东西 来创造出你自己的东西 对 这也是蛮有缺间 然后这是在那个closet 在Lower East Side的剧场 叫Fran Bojan 然后做的跟一些年轻的女生 美国演员导演合作的戏 然后这也是长江两年前的梅典池 对 然后这是在State Law Eilert Studio of Acting 然后这也是closet跟一些年轻的演员 然后这是陈乃妮的某一支舞 对 为舞团和为这个舞剧 来舞台剧来设计灯光的话 应该区别还蛮大的吧 很不一样 而且像是为舞团的话 通常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loading 就是你可以像剧团的话 你可以进去那个场地逛 这个也是舞台剧吗 刚刚看的 对对对 这个很像电视剧的效果 可能是一个取景 对还是舞台剧 对这是在Julesen Memorial Church 也是一个蛮有名的地方 这是在一个pop 一个diner pop 所以还不是一个很正式的剧场演员场地 然后这是在State Law Eilert 这是某一年的Fringe 这个是舞剧了 这是舞团 对对对对 这是以前在学校的作品 对 这是在State Law Eilert 这是clamente 这是奶妮的某一支舞 这是奶妮的舞 这是在Summer Theater 然后这是在La Guardi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奶妮的舞 还蛮多奶妮的东西 所以我刚刚留意一下 因为特别有留意这些画面的灯光 我觉得其实可能你在看一出剧目的时候 你会觉得灯光有变化 但是不像说像我们现在看你所有这些灯光作品 觉得原来这个灯光可以有那么那么多的层次 每一张都不一样 对对 而且像看写实剧的时候 你会觉得什么灯光设计都没有在做事 但是因为它不会让你看到真的很快速的变化 它是一种情感上以及很写实 比如说太阳下山的那个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变化 所以好的灯光设计不会让你看到它做了什么事 原本是那个写实剧的方面 对 那像舞台剧它的特点呢 就是根据每一幕它不同的这个场景需求 对 做很快速的一些变化 是 就是每一个剧本都有不一样的需求 对 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幕到底 就是从头到尾 你可能就几个画面 就是一个很写实 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戏是关于这个录影的studio 那我要怎么去模拟那个灯 那个灯不会有变化的 它就是一个环境 对 就是这样子 可是有的时候是每一个景它都有一个地点的不一样 地点的shift 然后时间的变化 那都是要去创造出来的 你说你在拿到剧本的时候 你是先要把它写出来 把你的灯光写出来 然后跟导演去沟通 写成文字稿 那怎么付诸时间呢 就是说你的工作流程后来是怎么样的 进了剧场之后呢 在进剧场之前 会先跟导演跟舞台设计讨论 因为舞台设计一定有它 要它的布景的东西嘛 所以我们灯光也是从那方面去延展出来的 所以拿到那个布景图 你可以想说我这里要放什么灯 要放多少灯 然后怎么创造出我想要的画面 对 然后进了剧场 有的时候是要自己挂灯 有的是有人 灯还有自己挂 有的是 看那个就是制作的budget 但有的时候是你从当自己来 有时候那梯子都把我爬到几百楼去 那种感觉 对 就是只要自己来 那所有这个整个全场灯光的设计变换 你都要在旁边指挥还是 因为像是电脑控制 所以我是在take rehearsal的时候 把所有东西都记录好 然后这是在一个舞台里面 所以到时候舞台监督他只要按一个按钮 就是灯光就会变化 但是在演出现场你是要一直跟场 我不会 因为通常都是到了opening之后 就是我的工作就结束了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剧场 每一分每一秒就是都有可能会不一样 就是你可能看了每一场都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他是很真实在台上演员就是及时的一个演出 所以有时候cue会慢一点 有时候会快一点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在现场的话 我觉得说我想要改这个东西 但我不能改 因为已经出现程序了 对对对对 已经就是我的工作就到这边了 我再去看的话我也不应该再改变任何东西 因为这是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剧场一个规则 一个道德吧 对对对 就是剧场它是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它可能会有突发事情 是是 最怕他们接到电话说 有什么问题发生 对对对 那你觉得就是作为这个舞台剧的工作者 不管是灯光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舞台剧的幕后工作 你觉得难吗 尤其是作为一个亚裔在这边 我觉得还是有它的困难度 然后像很多白人会说 女生的机会比较少 真的吗 真的吗 就男是比较能干活吗 如果是说导演来讲 大部分都是男生 就是你看到四五十岁的 有名的都是男生 因为女生还是要去结婚生子之类之类的 但是我并没有那么深刻的觉得说 我因为是亚洲或女生 然后我就被受限 我并没有 我并没有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对到目前为止我觉得 我并没有被受限到 但是实际情况是会有一些 就是女生少 亚裔少 明显的就能感觉到 对 或是舞者演员也是有 比如说我之前跟乃妮的 其中一个舞者聊 是中国人 然后她说我可能之后有别的打算 然后说为什么 因为她说她想要结婚 她已经结婚了 她想要生小孩 就是我觉得女生在这帮 就不能再跳 对 就是有的时候 不像男生那么幸运 就是你不用担心那么多 你就可以一直坐下去 对 那你觉得你在这边 像做这种灯光 灯光设计这种工作 你在跟这个美国人打交道 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因为我看你有为很多 美国的这个剧目 做灯光设计 有没有遇到困难 或者说你会觉得 有时候觉得 好像不如跟 不如在中国团队里面 工作的那么游刃有余 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一点点 但是我不会 我觉得不是工作上 反正是私底下的一些交流 或是在工作上 开玩笑的时候 因为毕竟英文是第二个语言 所以有的时候 我还是要花很多精神去听 我才可以真的 就是了解到说 他们在讲什么 可是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就会很focus在工作 所以我经常会就 miss掉那些 就是一些joke 但是如果跟中国人工作 你就是什么都可以catch up 就是你就觉得 比较轻松一点 就是你不用花那么多 心思去想说 这文字上要什么使用 我觉得 对 但是对于你来说 就是在专业方面 我觉得没有 对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你也知道 就是有些西方剧目 可能对于我们的文化背景 并不是说对他们的这个历史 或者是人物关系那么熟悉 那你怎么办 就是多做功课 然后跟别人聊 跟通常导演都是特别有想法 因为他会决定要选择 这个剧目一定有他的理由 或者他自己自身的 一些相关的经验 所以问导演绝对没错 就是他一定可以跟你讲到 很多很深的东西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更多话题留到下半段再说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一众好 那你跟我们说一说 你跟那么多的这个剧团 舞团合作过 那你觉得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很难忘的合作剧团有哪一些 很难忘是像生活剧场的 Living Theater 这是一个纽约最古老的实验剧场 我在2014年的时候 跟他们去了一趟Burning Man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festival 是在沙漠里面 很艰难的一个生活 对对对 然后我跟这个团去了两个礼拜 我们在那边搭帐篷 搭一个剧场 然后演出 对 就是完全体验到美国 不一样的一个文化场景 对 因为我们的制片人也有去过 我没有去过 但我看到了很多照片 对对对 很疯狂 我觉得这个 这个节日太疯狂了 而且在最后会复制一句 所有东西都没有 对对对 最后什么东西要都要清干净 我觉得最后走之前 我们还每个人蹲在地上 然后那边捡自己的垃圾 就是确定说没有任何小碎屑丢在那边 对 就是一个还蛮特别的经验 对 而且对于做艺术创作的人来说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 对 你可能会脑洞大开 有很多新奇的想法 对 但同时也是就在Suffering 因为天气很热 然后其实我在一边工作 然后一边看到大家那边喝酒 那边狂欢 就觉得为什么 最后我下次去 我想要去当观光客就好了 比较轻松 这是在美国的工作经历 那我知道其实你也有回到中国 参加过那边的演出是吧 对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 跟陈乃琳舞团去了北京的 七九八做了一个 它是一个舞蹈艺术节 然后如果大家去说七九八知道 它不是一个很正式的剧场的空间 艺术空间 它是因为艺术空间 对 但是它不是剧场空间 所以我们那天 我们那一次的演出是在一个 好像是以前军火的一个warehouse 所以它是完全什么都是空的 然后我们就是要求说 我们要搭建一个多高的舞台 然后要有什么布景 要可以挂布景 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就看到一群小弟弟民工们 爬着那个很大很高的梯子 然后那边装舞台 都限搭 对 限搭的 那对于灯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的设计 因为在中国电脑灯还是比较发达 对于就是他们觉得比较方便 比较快速 所以我因为在这边 我们用了很多还是传统灯的东西 为什么 我问一个问题 是不是因为这个经费的问题 因为我听到一些中国来的制作人 他们会觉得说 哎呀 这个好像百老汇也就那么回事嘛 现在中国随便一个剧目都有这样的 如果你有钱 你有经费的话 对 你就可以租出 真的吗 就是因为这边的经费不够 所以没有像中国那样用电脑灯 还是说它在灯光设计上 它有什么就是不可以 就是需要保留的地方 对我来讲是它的温度 这很难形容 是它的温度 因为电脑灯跟一般传统灯 它投射出来的那个色温是完全不一样的 即使电脑灯可以模拟传统灯 但它还是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真的 真的 所以这也是在美国一直用这个传统灯的原因吗 而且大部分剧场 还是有传统灯的设备 然后因为传统灯跟电脑灯所花的时间 就是你要架设 你要调 你要做画面的时间也完全不一样 哪个更长 所以传统灯是你挂的时间 走线的时间 调灯的时间比挂电脑灯还要久 但是你电脑灯 你要做画面的时间会更久 因为你要 后期的 对 后期的 对 编程会花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北京 是完全都是电脑灯 所以我就是花了很久的时间 跟那个我的 Ball Operator 是一个大哥 跟他沟通说我要怎么做 因为那个波台也不是我熟悉的东西 所以我只能就是一步一步跟他讲说 我这里要什么 我这里要什么 对 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 对 那就你看来 你觉得现在美国的这个舞台剧 它的这个发展和这个经济有多大的关联 就是说换句话说 它现在还就是在全球 它依然是领先地位 但是对于这些很多新兴的国家来说 他们有更多的经费 也可以请到很多优秀的人才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很多美国各行各业的 很有成就的一些人 陆陆续续都回到中国 因为他们觉得那边更有发展机会 而且这个财力更为丰厚 可能能做的事情也特别多 对 那你是怎么看你们这个行业 我觉得是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在美国我可以看到很多很古老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需要被传承下来的 就像是我跟The Living Theater 跟Martha Graham 跟Stella Eller Studio合作 然后我看到这个东西是快要100年的历史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必要去传承下去的 我当然知道说回 在中国或是在台湾 你可能有更好的设备 但是如果你的内容不是有温度的话 那我觉得那我宁可做 遣扫一点设备比较有限制 但是我觉得有意义的东西 对 跟我们说说你最初的想法吧 为什么你会喜欢舞台剧这个专业 这和你的从小的背景有什么关系吗 我从小是学古典音乐的 就是从 学什么 长笛跟钢琴 就是从小学开始 然后我国中高中是念那种音乐班的 就是非常 音乐学院那种就是专科 对 教科学校 对 然后就觉得长大就是要当音乐老师 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这方面的素科 并没有那么优秀 我觉得好像比不过其他人 那我为什么不做点别的事情 然后那时候我也很喜欢看演出 然后我觉得明明我可以 可能我可以往这方面发展 然后就误打误撞就是念了台北医书大学 同学都在申请音乐系 我去念别的戏这样子 对啊 那现在一路走下来学下来 你的感触是什么 对于这个专业 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 就是这是一个 我每次看演员或是舞者在台上 然后我都就是有那种感动 然后每次那个剧目下来了 观众鼓掌 我就觉得这是我喜欢的东西 对 你热爱 对 我很爱 就即使加油说 要不要过来做生意啊 就觉得可是这是我真的想要做 我一直觉得是一个 我可以好好发展的一个职业 对 那作为这个灯光师 在纽约打拼 你觉得会不会有发展的瓶颈 现在看起来还蛮好的 对不对 就是你要一直很努力的 去认识很多人 然后要有自己的作品 然后要 就是不要怕生 可能要一直去跟别人social 然后争取一些机会 但是我觉得瓶颈也是会有的 我现在可能这个 目前这个阶段 还看起来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在 想要继续往上走的话 我必须要多开几条路 然后想办法 对 像你这样工作在剧院剧场的华谊多吗 在纽约 纽约还算多 但是你只要出了纽约 你就很难看到了 就好像跟舞团很常去巡回 到了各州去巡回 每次大家 怎么一个亚洲小女生 就在发号司令这样 他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 那你觉得纽约 能够怎么说 这个地方呢 其实很适合搞艺术 很多人 因为你从波士顿过来 很多人出到纽约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 比如说情感上的一些碰撞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说说你跟纽约之间的故事 因为波士顿离纽约很近 所以我那时候 在波士顿念书的时候 每一年的break 我都会来纽约 就是来看看戏 对 因为才大概四五个小时就到了 就是到处看看戏 走走观光课的景点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是我以后想要生活的地方 所以我一毕业 就是二话不说 就是搬来纽约 它吸引你是因为这里剧目多吗 还是还有其他原因 我觉得是 对 就是它的艺文发展 跟美国其他国家比起来 它还是第一名 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人 就是连我工作的时候 也会遇到 比如说从日本 从韩国 从土耳其 从塞浦勒斯来的人 就是你会觉得很神奇 就是你在亚洲工作的时候 你完全不会遇到这些人 但是你在纽约 走一走遇到 就是移民 就是immigrant 就是不是当地人 对 所以这种经历 可能对你来说 你会觉得眼界 包括思维 看到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方式 对你来说 是非常好的经历和经验 是 我觉得对于艺术创作 也很重要 就是你不应该只 保留自己的文化 当然很重要 但是你要去开阔 去看看别的文化 然后这样子 我觉得对你的艺术创作 反而有更加分 对于这个灯光艺术 这个来说 传统背景 有什么重要的吗 或者是它起到作用吗 你的这个传 比如说你的这个 中国人背景 华裔背景 我觉得对于 如果是作品本身 当然如果是讲 亚洲的故事的话 当然是比较有作用 像是 我记得前几个礼拜 有一个灯光设计 要问我说 它要刻一个图腾 那是要演杜兰朵公主 然后要刻一个图腾 然后是长寿的寿 它问我说 哪一个图腾比较好 我觉得这也蛮有趣 就是人家知道说 你有这个背景 你知道 就是它会问你说 到底哪一个选择比较好 对 所以说自己的这个 民族的背景 文化背景 在工作的某些方面 是能够体现的 是 不过我想对于 灯光艺术来说 因为我们之前有讨论说 这个舞台剧灯光 和其他灯光形式的不一样 那对于你来说 你觉得你有可能会 除去舞台剧 去做其他的吗 还是他们相通 还是不 我觉得他们 应该 应该说我没有经验 我没有经验 比如说studio lighting 或是architectural lighting 这是我没有经验的东西 但我也不会因此就反对 去接触这些东西 因为 对 我很喜欢剧场 但我也很喜欢灯本身 我觉得灯本身 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所以我也不会反对 去接触其他可能性 对 那对于未来发展的路呢 因为毕竟现在还是 签证的状态 所以我并没有说 哪里是O1是吧 对 是O1 对 就是所以我没有限制说 我一定要待在这边 或是我就一定要回去 我觉得 我的目标是 可以到处走 就是到处发展 就是到处看看 纽约会客室 由Chase赞助播出 我不要去养藏 我不要去养藏 我不要去养藏